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呢是你们的yoki姐姐啦 相信看过我们的节目的小朋友呢应该就不会陌生 我们今天是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别致的娃娃 那所有的娃娃呢 其实比如说像我们的babi娃娃 都是非常美丽的一种娃娃 非常的漂亮 有点呢不是特别的真实 但是呢 所有的娃娃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那今天呢 yoki姐姐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的相反的娃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个娃娃呢 长得但并不是特别的好看哦 它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瑞典的一款亲子儿童积木玩具 里面呢会有我们娃娃的一家 有爸爸妈妈哥哥和姐姐 然后这边的娃娃的这个面部的设计都不是特别的精致 不是特别的像我们babi娃娃那样那么漂亮 它长得非常的普通 甚至呢 有的小朋友看呢可能会觉得它长 哎呀它长得好丑哦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款娃娃的这个设计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在于 其实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娃娃的外表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而是他的内心 嗯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外表呢不是特别的美丽 但内心呢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的小小的事物 或者是很好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 千万不能是以他的外表呢 就去判断这个人 哎我要不要跟他交好朋友啊 我要不要跟他去做一些好玩的游戏啊 等等等等 没准呢那些长得不好看的 他的内心呢是要更加的善良和柔软一些 那好吧 希望大家呢不要不喜欢 呃不要这个讨厌我们这些 长得不是特别漂亮的娃娃 然后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瑞典的Zaland 嗯 他的名字呢是叫Smarland 嗯 是和这个宜家的 嗯 这个相互合作 并且制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娃娃 嗯 嗯他没有把重点放在娃娃的面部 而是放在他各种各样的那个细节 尤其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可以看到我们的娃娃的话呢 他的膝盖是非常非常的灵活 然后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灵活 可以给他让他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动作 要比芭比娃娃呢是更加的实用力一些 呃你可以把它放在他的这个 呃这个过家家的这个桌子上啊 或者是凳子上 给他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玩游戏 等等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他的衣服的话呢 是有点点像我们的针织衫 小的羊毛衫 嗯 是一个这个红色带波点的小羊毛衫 比较的复古 但是呢也是有他自己的味道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让我们两个小玩偶呢 先把它站在这边 现在呢是要给大家来看一下 他的两个儿女 一个呢是我们的女儿 女儿呢也是五官不是特别的标致 但是呢如果自己看一下的话呢 他的这个还是比较的呃眼睛还是比较有神吧 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 也是比较的通常普遍 头发的话呢也是这种深棕色 嗯不是金色而是这种棕色 他的身材呢也不是特别的漂亮 但是呢也是膝盖是非常非常的润滑 穿的是一双小的红皮鞋 粉红色的皮鞋 也是非常的不错啦 有个小的小刘海 然后他的头呢也是可以旋转的 这边呢是我们最后一个小娃娃 最后一个小娃娃呢 他是一个小男生 然后我们的小男生呢 他的眼睛也是一个小单眼皮 头发呢是有点像他的妈妈 像他的母亲 是一个这个巧克力色 上半身呢 哇是可以这样360度旋转的 好像所有的娃娃都可以这样旋转 好神奇 真的好神奇 然后下半身的裤子的话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 呃 带有黑色和灰色小的斑点的这种小裤子 小的这个方块的小裤子 感觉这两个妈妈和女儿呢 是长得更加的相似一点 尤其是他的眼神 两个眼神非常相似 然后小朋友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对他的一个感受啊 或者是你们对他的这个感想啊 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也是非常非常丑陋啊 之类的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留言 他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瑞典 small land small land 嗯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会读他这个名称 嗯 如果喜欢的话呢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老样子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点击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及时的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那不要忘了跟我们留言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拜拜